大家好,欢迎观看这一期的摄影三分钟节目,我是Terry 艺术的留白肯定很多人都会说 哎呀,这么简单我都会啊,你可闭嘴吧 但是,如果你拍出来的留白是这样的,这样的和这样的 那恐怕你得好好听一下今天的课程了 留白其实是一个非常难用好的构图方式 如果你单纯把画面中的某一个部分空出来,而没有办法产生意义的话 那是纯粹的空白,而不是留白 我认为每一张照片中的每一个部分都必须有存在的意义 都必须和其他区域产生联系 没有产生联系的留白,不如不留 首先让我们来看看什么情况下不需要太多的留白 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拍糖水片不需要大尺度的留白 大家都喜欢让主体充满画面 毕竟大部分人看糖水片也是图模特一个颜值 有时候充实的画面也适用在一些情绪比较安静的题材上 留白容易产生巨大的反差感 会大幅度提升画面的戏剧效果 在安静题材的设计下就会显得画实天足 试想一下,如果这张图上边多出一块空白区域 那是不是会显得一点多余呢 如果照片里的故事在一定范围内就已经结束了 那么其他区域就纯属浪费 甚至会干扰主题的表达 既然刚刚说了留白容易产生非常强烈的情绪感 那么我们就可以把留白构图这个方式 留在情感比较激烈的作品中 比如说这张图 左边一块空白看起来没有内容 但实际上我们要给飞鸟留下足够的空间去继续飞行 所以得适度留一块空白 再比如这三张图 人物上方留出了大量的空间 并不完全是为了拍到更多的雨水或者是雪花 而是需要给人他面朝的方向留下空间 体现人物的情绪和环境的互动 所以我们现在应该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 留白是为了给主体或者故事的延伸留下空间 这个空间看似空白实际上很充实 但是留白也要注意尺度 不要超出主体需求的范围了 这张图是为了体现黑暗的深渊 在人物下方做了大范围的留白处理 理论上如果要强调这种危险 我们可以将这个照片无限向下延伸 但是照片能表现的东西很有限 所以我在构图的时候一方面留出留白 另一方面限制留白范围 确保人物和飞鸟清晰可见 这张作品也是同样道理 我可以无限扩张四周的留白来强化这种孤独感 但是如果主体小到看不清楚 那么留白也就毫无意义了 总而言之 我们需要根据作品的情绪和内容的需求来思考 是否需要留白 该往哪个方向留白 以及留白的范围到底有多大 这三个问题 希望这些探讨对大家的构图有所帮助 感谢大家收看 咱们下一期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